今天介绍的电影是拯救圣诞季 画面刚开始是小女孩凯特在看之前一家人录的圣诞视频 画面里有她的爸爸妈妈和哥哥 凯特看着视频说很想爸爸 看完他决定给圣诞老人录个视频 录的时候他的哥哥泰迪进来 在得知凯特给圣诞老人的时候 他想告诉他世界上根本没有圣诞老人 但当泰迪看到凯特充满希望的眼睛时 他没有告诉他 随后泰迪想要出去但不想带着凯特 凯特偷偷跟着他拍下了泰迪偷车的视频 泰迪知道后想要抢下录像带 但是这时妈妈回来了 凯特最终没有将泰迪偷车的事情告诉妈妈 圣诞前夜妈妈去工作了 凯特没有事情做就继续看录像带 这时他从画面中看到一只放礼物的手 他认为那是圣诞老人 他叫来泰迪用偷车视频 威胁泰迪和他一起去拍圣诞老人 他们放好录像带 在烟从口上系上线连着铃铛 凯特还把地上撒满面粉 他们躲在小屋子里等待着 却在半夜睡着了 突然铃铛响了起来 叫醒了凯特 他从录像机里看到了圣诞老人 但等他叫醒太低 圣诞老人已经爬上了房顶 他们追了出去 看到圣诞老人的雪橇 他们爬了上去 圣诞老人架着雪橇飞上了天 凯特太冷了 想要找圣诞老人接个毯子 他把圣诞老人吓得叫了起来 迅怒被声音吓得往上飞了起来 凯特掉了下去 圣诞老人为了救他被雪橇 玩具袋丢在了不知道的地方 迅怒也脱缰了 圣诞老人告诉他们 如果自己不送礼物 就会爆发灾难 丢了帽子 没有魔法的圣诞老人 决定去找回礼物袋 泰迪和凯特 为了不被寄上坏孩子的名单 决定帮助圣诞老人 他们跟着圣诞老人来到酒吧 寻求帮助 但人们都不相信他们 泰迪偷了一辆被别人偷的车 他们一路狂飙 警察在后面追他们 圣诞老人用车上的收音机 连上了警察的对讲系统 得知迅怒所在位置 他让凯特去找迅怒 自己和泰迪开车引开警察 但最后他们还是被警察抓住 圣诞老人把玩具袋的感应球 交给了泰迪 让他找到玩具袋和精灵 这时凯特找到了迅怒 并带着他们找到了圣诞老人 泰迪趁机逃跑 骑上了迅怒 这是前面已出现了警察 凯特把迅怒的铃铛记上 迅怒飞了起来 他们在天上开心的飞着 突然感应球闪了起来 这意味着他们离玩具袋很近 他们把迅怒拴在路边 在教堂门口 泰迪和凯特讲起了自己的心里话 原来他们都对父亲的死耿耿于怀 他不懂父亲 为什么要丢下他们 冲进火场去救几个陌生人 凯特安慰了他 镜头一转 圣诞老人在警局里接受询问 背锁过身的圣诞老人 拿出许多警察小时候想要的玩具 警察很是震惊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是圣诞老人 他说出了警察 今年的圣诞愿望 是想要和前妻和好 并告诉了警察 如果他不能去送圣诞礼物 圣诞精神值就会降低 那么犯罪率就会提高 但最终圣诞老人还是被关了起来 另一边 凯特和泰迪找到了玩具袋 凯特在玩具袋里 找到精灵的时候 被袋子吸了进去 这时候来了几个坏人 他们带走了泰迪和玩具袋 凯特在玩具袋里看到了精灵 追他时 凯特突然掉进了一间大屋子里 他走进书信堂 打开了视频按钮 看到了许多小朋友 给圣诞老人录的视频 在里面 他也看到了自己的视频 他在装满信的秋梯里 发现了泰迪今年 也有给圣诞老人寄信 在信里 泰迪说自己想见爸爸一面 但凯特还没有看完 就被精灵打断了 凯特拿着录像带拍那个精灵 并向精灵介绍自己时 他的身后出现了很多精灵 他们出现凯特 凯特被他们绑了起来 他告诉精灵们 精灵们打开一本忠实信仰者的书 凯特发现自己家的族谱 但上面只有泰迪不在上面 精灵们得知凯特是忠实信仰者 都很开心 另一边警察局里 因为圣诞精神值得降低 犯罪的人越来越多 圣诞老人带着犯罪的人 在警局里唱起了圣诞歌 另一边泰迪和玩具袋 都被带到了一间汽车修理铺 坏人们插开的每一个礼物 都是没求 他们生气的将玩具袋放进火炉里 泰迪推开他们 冲向火炉边 当坏人们正要解决泰迪时 玩具袋里有一只精灵爬了出来 坏人们被可爱的精灵吸引 精灵突然大叫跳了出来 然后很多精灵都跳了出来 他们赶走了坏人们 精灵们以为泰迪也是坏人 正要修理他 凯特立即阻止了他们 他们商量着要救出圣诞老人 而另一边 圣诞老人还是开着演唱会 那个不相信他的警察 接到了前妻的电话 要他早上喝咖啡 突然电话板上传来电锯声 精灵给圣诞老人送来了他的帽子 看到这一切的警察给圣诞老人开了门 但圣诞老人一下子就从烟囱里飞了出去 看到圣诞老人的凯特和泰迪 以为圣诞节有救了 但是圣诞老人突然发现 还有一个小时就日出了 日出后就不能送礼物了 泰迪想着要扑救 圣诞老人提出自己不被玩具带了 由凯特找出礼物让给他 而泰迪负责驾驶雪橇 他们一起合作 就在这途中 泰迪也变得自信起来 他们穿梭在各个城市和国家送着礼物 小经理们也出来送礼物 终于赶在日出之前把礼物送完了 完成这些礼物后 圣诞老人把他们送回了家 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泰迪 临走的时候还为凯特表演了 他自己最不屑的吼吼吼 凯特以为自己录下了这一晚的过程 但发现圣诞老人拿走了他的录像带 凯特和泰迪和好拥抱 这时妈妈回来了 他们一起进屋拆礼物 凯特拿到了自己最想要的滑板 而泰迪收到了圣诞老人的回信 圣诞老人没有办法满足他的愿望 丹孙给了他们一个旧挂式铃铛 泰迪把铃铛挂在圣诞树上 突然发现铃铛亮了起来 里面出现了爸爸的脸 泰迪对爸爸说着为他骄傲 爸爸也说为泰迪骄傲 他们幸福的笑了 另一边圣诞老人在忠实信仰者的书上 加上了泰迪的名字 圣诞老人和圣诞夫人一起看到了凯特的录像带 这部影片中 圣诞老人本来没有帽子也能飞起来 但他却告诉泰迪自己不行 其实是想告诉泰迪一个道理 相信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到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